Hi,我的名字是凯一旺 今天又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摄影的东西 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润滑的东西 就是我们像是有很多摄影器材都需要润滑 像是有灯角 下面又开关的地方 很难开关 那你就可以润滑一下 那还有今天主要的目标就是像这种 机械稳定器 中间这个轴 有一个滑轮 有一个球形滑轮的地方 那你如果用久了 它变得不滑的话 我们想要让它润滑 所以我们今天就想办法找了一些工具 来让这些东西润滑 那刚刚讲的那个灯角的部分 润滑我朋友有分享给我一个超好用的 就是这一个 这个比什么那个WD40还要好用太多了 它叫做Stainless Steel Cleaner and Polish 就是这一罐3M神奇的泡沫液体 那这一罐真的是还蛮厉害 因为像是有一些有点生锈的器材 那我把它喷上去之后擦掉 结果它还蛮除锈的 就很还蛮神奇的 就你除了WD40之外 你也可以看看要不要用用看这一个 那这一罐东西只要是金属的东西 你都可以把它喷上去保养 像是灯角刚刚说的 它有脚架啊 然后有一些螺丝啊 然后有你的兔龙啊 可能想要让它光滑保养一下之类的 你也可以喷这一罐东西 反正它就是有金属你就喷上去就对了 就还蛮好用 但是有一些像是这个锁的地方 你不要让它太滑 不然你的灯就会直接掉下来 所以要避免一些像是这种 需要锁紧的关节的部分 那其他东西你就想喷就喷 还蛮推荐的这一罐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一些这种比较精密的东西 那它用久就是一定会阻力越来越大 就不管你有没有入城有没有入水 它就是会阻力越来越大 之前我就随便拿一罐针车油 就是你在杂货店啊 随便可以买到润滑油 然后来润滑我的影像稳定器 结果它就变得超卡 就有点爆销 因为这种针车油就是 有点像是 就是家里万用的润滑油 像是有颠风扇啊 有抽屉的滑轨啊 或者是门上面的 嘀嘀嘀的声音 你也可以把它解决掉 但是这种针车油 我稍微查了一下 它就是主要用途是像是那种缝纫机 然后在那高速转动的东西最适合使用 因为它需要一个非常低的阻力 然后它要转非常非常快 但是我这个影像稳定器 正常使用不会转非常非常快 所以你没有在转非常非常快的状况下 因为它就是有点水水的 没有黏黏的油性 就是它是水水液 液状的状态 所以你在慢速转动的话 它其实没有包覆在任何的齿轮上面 所以它就会整个是没有润滑的效果 所以我们今天又找到了另外一种 不一样的油 这是我去中油买的 我想要买这个润滑的东西 想买很久 但是我根本不知道它叫什么东西 我现在还是不知道它叫什么东西 它只叫二号多效滑指 那这一块润滑的东西 它上面就有写的非常清楚 它适合用在一些球珠 滚注层轴 平层轴和减阻层轴 低速 就是低速转动的东西上面 那这一个东西呢 我上网查一查 它也算是平层轴的一个部分 就是它里面有很多小球球 然后就是让它转动 这就是平层轴的一部分 就让我多知道一些机械的东西 那也因为我想要润滑这个影像稳定器的平层轴的部分 我上网查 然后认识更多更多 超多不同的润滑东西 总共有可能二十几种的润滑油液体之类的 反正有分各种不同的 就是像是车子里面的机油啊 齿轮油之类的 那这一罐看起来是最适合的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把它 涂到我们的机械影像稳定器 那我手上这一个机械影像稳定器 它已经有点老了 所以它这个转动的阻力有点大 那我也想要让我的新的影像稳定器 比较贵这个 让它中间转轴更滑顺一点 但是我们先拿这个旧的来实验看看 实验成功的再说 不要马上就把我新的影像稳定器搞坏 那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打开来 哇塞 这看起来跟凡士林超像 就是一个粘稠的东西 那为了使用这个润滑纸 我还特别去药局买一个针头 虽然有点细 但是我也不知道到底可不可以用 因为我想要就是把润滑纸 然后把它打到我们的齿轮中间 因为这个齿轮没有办法拆开来 所以我想说我们就想办法硬给它挤进去 那因为它的缝缝很小 所以我就直接去药局买一个10块钱的针头 这个太帅气了吧 这针头真的是超级超级的细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把它抽出来 我们就试试看吧 看起来是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太浓稠了 管它了我们就试试看 把它想办法塞到我们的滚轴中间去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改善 我们把它整个组装起来看看 看起来摩擦力还是颇大的 我们再想办法让它更滑顺一点 就再加多一点看看 我们试着用我的盘片 然后就把这上面的滑纸 把它想办法推到那个缝缝里面 因为感觉有进去 但是没有完全进去 我好像几乎都涂在外面 我们就先试试看吧 看起来盘片还蛮好用的 把它当作刮刀来使用 就把上面多余的把它挖出来 然后把它硬塞进去 然后再把它挖掉 清理干净 超好用 好吧 看起来跟原本没有涂润滑 就是润滑质的部分 好像差不了太多 那我猜是因为就是滚轮它这个平成轴 这一个轴 原本就是它可能就是阻力就是这么强 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它的品质 因为有一些轴它品质比较好 它可以转的比较顺畅 然后可以阻力更小 那这一个轴可能比较便宜平价吗 然后因为它刚好上面有一个型号 叫做6905Z 然后就上网查一下这一个轴 单纯这一个 圈圈这一个轴 它就要卖1500块台币 还蛮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算贵还是便宜 重点是你如果想要在网路上买到这一个 一模一样的轴的话 你也可以买到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拔起来 直接换上新的 也是OK啦 但是 就完完润滑 这个影像纹定器图案 这个滑指之后 感觉就是跟一个群星的状态一模一样 就是它没有让它变得更加滑顺 它也没有让它变得更轻松转动 但是它就是跟 一开始拿到全新的状态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阻力啊那些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就它 不会让你的齿轮啊 忽然变得更加滑顺 它只会让它 保持一个最佳的运行 就这样啦 那像是这一支新的影像纹定器 我就今天就不把它拆开来 因为它还蛮新的 就 就让它维持鸳鸯啦 然后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它的 平成轴的 型号 然后它是Made in Japan的 感觉还蛮帅气的 它的型号是什么呢 6807Z 我们来上网查查看 在虾皮上一个只要卖八十几块 然后加上运费顶多一百多块 其实还蛮便宜的 所以就是像这种中间的成轴啊 还蛮容易买到 所以你可能用久啊 或者是老儿之类 你想要换一个 其实还蛮方便的 那我买的这个新的影像纹定器 就很明显的比这个旧的 还要滑顺很多很多 就你只要用非常少的力气 它就可以开始转动 然后它的转动不会马上停止 它还是会慢慢的停下来 而不像这一个旧的影像纹定器 像这个旧的影像纹定器 我要让它转动 我需要花更多的力气 才能让它开始转动 然后我手一放开 它就几乎就马上停下来 转轴了好坏还是有差啦 反正我们今天来分享的就是 我们润滑的东西 其实有各种不同的润滑油 然后有润滑等级之类的 反正有很多很多详细的东西 你就是要挑选一个 符合你的器材来使用 那像是这种比较水水的蒸车油 就是在家里比较万用的润滑油 那对摄影人而言就是不太好用 因为你如果加到你的任何齿轮上面 它加太多它就开始往下流 然后它的润滑效果也不好 因为它是需要一个高速转动 像是电风扇这种东西 它才会发挥它的作用 那这一罐3M这个真的是超好用 就是 就是好用啦 大家买了就知道 真的是非常好用 最后这一罐像是凡士林的滑指 我觉得还蛮适合摄影人使用 因为像是 有滑轨啊 就是下面有轮子啊 或者是像是我的齿轮云台啊 油压云台啊 或者是我们刚刚示范的那个 影像稳定器的部分 有电动马达的部分 那种慢慢转动 但是你要非常滑顺 不能够够够够够够的器材 就还蛮适合用这种滑指 而且重点它不会像是这种 蒸车油 滴太多的话 它会流出来 然后到处都滑滑的 这个就是你涂到哪里 它就在哪里 而且它上面还有写说它 防水 然后耐高温耐低温 它还写说如果你涂上去 还可以防锈抗氧化 看起来好像很厉害 反正我是觉得还蛮赞的啦 你就如果需要可以买这个东西 不会像我一样 我到处找 然后找不到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 二号多效滑指 好啦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润滑东西的分享影片 那当然喜欢这影片 按个赞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可以看更多相关影片 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 摄影相关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